凯乐户外 然后给你的岗位 就是直播带货 因为我们的产品 就户外的服装 而且我相信你穿上去 可能也特别好看 确实今天没有展现出 你在销售方面 特别是直播方面的经验 所以给你的起薪 就是六千 地点在北京 三个月之后可以涨 我投了一个公司 叫吉古科技 公司在成都 那我给你提供岗位 那是客服主管 因为我觉得 你以前做了几年客服 而且的话 这个客服更多是偏售后的 薪酬是六千加 我们是做仓储卖场的 但是我们的所有的用户的来源 都是通过互联网来的 我们也有直播这一块 我这边购作地影在天津 给的这个岗叫 精准营销部助理 薪酬家 张雪 就一直都挺支持你的 就江浩宜给你提供我 前面给你说到的 运动产品经理 偏向于舞蹈 瑜伽方向的产品课程的 内容设计和编辑 也有一定的出镜机会 目前国内的主流电视 就你知道的各种品牌 里面的运动内容 基本都是我们江浩宜提供的 曝光率也是非常高 如果有可能走向台前的话 看你自己发展 也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你想做的抖音 就等等视频 我们百万大号有好几个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既然是中国式求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请张雪的先生 张清伟来到台上 小两口快速地交换一下意见 然后做出旋律 谢谢老师 谢谢姐姐 好 雨昕 曾华走上竞价台 张雪 我是觉得 如果来到斯凯乐呢 是能够做一些 你可以带走的一些本领 特别从销售方面 因为斯凯乐的销售渠道 销售系统性比较强 2C 2B的都可以 我觉得可以把这套流程和系统 交汇给你 那我们这边的话 如果说去了之后 肯定是需要学习一些 我们产品的知识吗 产品的培训和我们的流程的培训 我来了之后马上就会交给你 张雪 给你提供的 其实我觉得是 最对你港的这个岗位 你会到内容产品组 具体的就是基于 你已有的这些知识 把这些运动课程内容 基于专业编辑成视频 再把视频投放到终端上去 那从我们直接的 输出的端口来说 目前也是 国内肯定是数据量最大的 所以如果从前瞻性 到未来工作的延展性来说 我觉得健康宜是一个 非常适合你的平台 既然是中国式求职 我再给你们几秒钟的时间 快速地交换意见 然后就让张雪做选择 张雪 告诉我们 你最后的选择是哪一家呢 我的选择是斯凯乐 祝贺曾花 也祝贺张雪 来 跟我们的企业家们握个手吧 也感谢雨昕 谢谢姐姐 谢谢 谢谢姐姐 好漂亮 谢谢 感谢你们来到《非你莫属》 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家 想通过我们的节目 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和工商信息 发送到 非你莫属招聘全篇 at 163 保证